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任性 是要付出代价的 把那两个官犯 带回县衙 任由县官处置 找人 在案中照顾陛下 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危险 是 书下明白 大哥 来 来 慢点吃啊 母后要是知道我在受这种苦 一定心疼死了 之前有好吃的不吃 现在只能吃这种东西 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名 早知道会这样 朕就不跟旧皇叔赌气跑出来 爷爷长 快过重 你不吃给我吃 我 来 慢点吃啊 好 好 好 要是我父皇还在 一定也会这么护着我 不会让我被任何人欺负 我看你 也不像是做这种事的人呢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是被绑架 卖过来的 我猜猜啊 你一定是和父亲闹别扭 离家出走 才被绑架过来的吧 才不是我父亲 因为一点小事就打我骂我 我在受苦他也不来找我 天底下有这样的父亲 父母教导孩子 哪有不法活的 若是他对你不关心 连打你都觉得费事 我都说了那不是我父亲 吃吧 你们呢 也是被卖过来的 我的家 被洪水冲走了 我的妻女没了 家里的庄稼也没了 要不是为了挣口饭吃 我才不会带她来这里 朝廷不是开丧放凉了吗 受灾的人那么多 无家可归的人到处都是 是 朝廷拨的赈灾粮被层层剥削 哪里够分 那 那你们为什么不治水啊 治完水之后 你们就可以拿回土地了 我们现在不就在治水吗 可是堤坝每年都秀 劳民伤财 但又有什么用呢 大水一来 又冲没了 陛下 又懂得如何治理水患了 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修堤坝改河道吗 若真如陛下说得这么简单 那我大胜以后 就不必受这个水患之苦了 吃饱了吗 就皇叔说得对 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grote age 我要把你开心 然后就把你开心 不成功就 não阿雯 可是你不成功就不要咬我们 还是不成功就不成功就不成功 你不成功就不成功了 我跟七段的人在一起 我还是不成功就不成功的 你不成功了 我不是以后都毅不成功了 你不成功了 我会去多年人 若是要我一辈子过这种日子 我宁愿死了 要是能回去 朕一定好好学习 为百姓谋父 护天下安宁 再也不让母后和九皇叔失望 好好的 怎么又想起九皇叔 他那么讨厌朕 一定希望朕 这辈子都回不去 快点 才起立不见 陛下怎么瘦成了这样 此次行事 本就是让陛下受过教训 若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那怎么让陛下知错呢 父皇 好 兄弟 兄弟 你怎么样啊 兄弟 醒醒啊 兄弟 兄弟 怎么样 这么白啊 快起来啊 兄弟 快点 快点起来 干活去 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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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他 又在这偷懒啊 我冲死你了 你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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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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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不会找我了 你怎么才来啊 是九皇叔不好 九皇叔让你受委屈了 九皇叔现在就带你回家 回家 走 回家 来 陛下 不是最怕疼的吗 九皇叔 您不是说过吗 萧家奈儿 必须坚强 是臣的错 臣没有照顾好陛下 让陛下吃了这么多的苦 不 这都是臣自己的错 朕明明就没有自保之力 还非要任性逃离 不但 让自己陷入险境 还让九皇叔担心了 要不是九皇叔您及时出现 恐怕朕连这条命 都保不住了 没想到啊 陛下会这么想 我还以为 陛下会怪罪于臣 这都是朕自作自首 哪还有脸怪罪九皇叔 九皇叔 您之前说 朕要是没有这个身份的话 恐怕连个县官都当不好 可现在看来 朕要是没有这个身份 恐怕连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如 陛下 不用妄自肥膜 你本是天之骄子 向来养尊处优 却能在逆境中 隐忍 坚持 此番心智 已非常人所有 真的 九皇叔 又何曾骗过陛下 陛下 伤势不清 我暂时无法离开 所以 我派人 先护送陛下回宫修养 九皇叔 朕不回去 朕要留在这儿 学如何治理水患 纸上得来终觉前 朕当时说的 治理水患的方法 都是从书上看的 其实 朕根本什么都不懂 不懂没关系 陛下 偏姿聪颖 如果有心想学 很快就能学会 陛下 殿下 董太守求见 快让他进来 是 微臣董一知 拜见陛下 摄政王 臣不知 陛下和摄政王前来 有失远迎 还望陛下赎罪 朕本来就是微服私房 爱卿不必多礼 多谢陛下 陛下 摄政王 下官多方寻访 找到一位 治理河道的能工 他对治理河道 有着独到的见解 好消息 快快引荐给本王 好 人我已经带来了 正在西乡房等候 摄政王请 好 我这就去 朕也要去 陛下 你伤势未好 需要多多休息 九皇叔 朕没事 朕也想学 如何治理水患 好 玉不拙不成器 难得陛下成长迅速 已有明君的风采 一起去 请 董爱请 陛下 您还有什么吩咐 若萱郡主呢 她最近好吗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回陛下的话 小女一切伤好 只是前几日 她去了外祖家里 可能近期不会回来 好 皇上出宫 两个多月了 这些日子 我是度日如年 也不知 她在外过得怎么样 启元她自幼 娇生惯养 出门在外 会有诸多不便 承煦 她也不是软和的性子 也不知道 会让她吃多少苦 我只想想 就觉得心疼了 我期盼着 她有所长进 也不枉费 承煦对她的一番苦心啊 郡主 太后 刚刚得到消息 摄政王 在江南治水进展顺利 已经带着陛下 起身回宫了 摄政王 这次的事 是你过分了 我若是不处罚你 只怕满朝文武 都不会信服的 微臣知罪 太后 九皇叔私自带朕出宫 朕非但不怪的 反而要感激她 朕是为何 之前 太夫一直说 朕不知道什么是人间疾苦 朕总不以为然 可直到这次出宫 朕才看到 何为百姓之苦 何为民生之痛 也更加明白了 治国之道 必先复免 而为君之道 必须心存百姓 陛下 真是长大了 母后啊 甚是欣慰 这都是因为九皇叔 甘愿冒着谋逆的风险 带朕出宫学习的缘故 太后 您最疼儿子了 这次的事 您不该罚九皇叔 反而该赏他 赏罚分明 才能君臣同心 造福社稷 对吧 对 陛下说得对极了 本宫不罚摄政王了 本宫一定好好地赏他 微臣 谢太后 谢陛下不罚之恩 承煦 你这么尽心尽力地 叫到皇上 我都不知 该怎么感谢你了 我都不认识 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做到 如今 看到他有所长进 我行为之余 也算是松了口气 也没有失信于你 你从来都没有失信于我 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若到了那日 迷我都还活着 若到皇上 见证皇上治下的太平盛世 我就能实现我的心愿 心愿 相寻梦里路 非已落花中 启禀陛下 此次江南 水患严重 臣 南下巡视之时 发现 江南的各地官员 皆有 贪漠的行为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江陵府以 刘明泰 刘明泰 知法犯法 私吞 赈灾前两 要不是董一知 发现得及时 只怕已变成民变巨户 臣 恳请陛下 严惩刘明泰 陛下 刘明泰 一向廉洁奉宫 淡薄寡欲 此时定有误会 还望陛下明查 无需查了 刘明泰 贪赃枉法之事 朕在江南之时 已经证实了 就怕有人故意颠倒黑白 误导陛下 肃王的意思是 朕不辨是非 轻信于人了 臣 决无此意 贪官污吏 必须严惩 摄政王 依你之见 该如何处置 陛下 肃王还有何话说 刘明泰 与摄政王政见不合 满朝皆知 臣不信摄政王会秉公之法 还望陛下 将此案交由三思处理 摄政王 依奉先王之令 监力朝政 处置贪官污吏 本就是他分内之事 况且 朕信得过摄政王 相信他会秉公处理 臣 定不辜负陛下的信任 定会秉公处理 绝无私心 殿下 摄政王已下令 五日后 将刘明泰 斩首时装 什么贪葬王法 这钥匙查起来 江南道的官员 又有几个是清白的 只不过这个刘明泰 素来与本王交好 萧承煦想杀刘明泰 不就是冲着本王来的吗 好不容易在江南部下的棋子 就这么让他给拔除了 真是可恶 殿下 相比刘明泰 还有一件事 对殿下更为不利 你是指 陛下对萧承煦的态度 之前 陛下跟摄政王水火不容 虽然摄政王大权在握 可随着陛下年岁增长 亲政之期渐进 陛下必然会拉拢殿下 以抗摄政王 殿下将来大有可为 可如今 陛下不知因何故 忽然对摄政王言听计从 信任有加 陛下 若此局不改 殿下 只怕再无出头之日 那先生可有办法 应对此局啊 若想应对此局 必先弄清楚陛下 到底应何故改变 或许 殿下派人去江南打探一下 江南 不行 如今 整个江南全是孝盛煦的人 咱们打听不出来什么 不过有一个人 他或许知道点内情 是 大皇兄 齐荣 平日这个时候 你不得陪着陛下吗 别提了 本来我陪着六哥好好的 结果 朔政王一来 六哥就只顾着跟他比武讨教 把我丢在一边了 大皇兄你看 自从上回六哥和九皇叔 从江南回来 他俩就好像一个人似的 不就是因为九皇叔 救了陛下一回吗 可 臣子救护皇上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他用得着这么在意吗 如今哪 对萧承煦是言听计从 我看 就算萧承煦现在要他的皇位 他也会双手奉上 萧承煦 救了陛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冒陛下 宿王来了 你是 好小子 干男扮女装 害我们做了赔本的买卖 是你 朕今天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这 不管小人的事 是 是有人指使小人这么做的 是谁指使你的 我 说 是 小人不知陛下身份 无意间绑架了陛下 可就在陛下昏迷期间 官兵就已经找上门来 发现了陛下 你是说 他们早就找到朕了 是 官兵上门来 就拿下了小人 小人以为自己死定了 没声响 这时候见到一位大官老爷 这位大官老爷说 说陛下您是他的侄子 说您平时不服管教 必须给您来个教学 只要小人照他说的去做 他便饶了小人 陛下明察 陛下明察 陛下 臣已经将众伟皇叔的画像 拿给了此人之人 结果 是九皇叔 是摄政王 那好大的胆子 竟敢陷害摄政王 你以为凭着三言两语 朕就会怀疑摄政王吗 胆敢欺君 就不怕朕砍了你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小人若有半句虚言 天大雷匹不得好死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啊 皇兄 你跟摄政王明征暗斗多年 朕知道 你心里一直不服他 所以处心积虑地 将这个人带到朕的面前 朕会不知道你的庸应 陛下 臣 素来与摄政王不和 这是事实 臣不做辩解 但此事 也是千真万确 臣 绝无半点构陷之意 这件事情的起因 是臣无意从启荣的口中 得知了陛下在江南遇险 被摄政王救下一室 臣自小与摄政王一同长大 他的手段 臣再了解不过 料想其中必定有诈 这才派人去江南查询 找到了 已经被发配之 墨北苦寒之地 为苦力的小贼 这才查明了其中内情 那朕怎么知道 这内情不是你教唆构陷的 陛下 您只需要细想一下 江南之地 乃是摄政王一时候打下来的 他的势力早就根深蒂固了 他若是真心想找到陛下 会徒劳无功吗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 他存心拖延 就是想袖手旁观 陛下若还是不信 不妨试探一下摄政王 到那时 陛下便知 臣所言是真是假 那该如何是他 微臣参见陛下 九皇叔免礼 不知陛下急召微臣过来 是有何事啊 朕有一事 是想跟九皇叔相声 刘明太虽然罪恶滔天 但还是有不少大臣为他喊冤 朕以为 应该延期行刑 等所有查明白之后 再行刑也不迟 这样 还能堵住悠悠中狗 所谓大臣喊冤 不过是萧启翰的鬼把戏而已 陛下无需去领会 刘明太贪末一案 证据确凿 罪无可输 还请陛下 按期出战 可朕已经答应他们了 陛下 为何不与臣商议 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陛下不是说 要信任微臣 全权交与微臣来处理吗 朕只是答应他们延缓行刑 又不是放走他们 九皇叔不是说过 要辅佐朕了 那为何此等小事 都不肯让朕做主呢 反正 朕已经答应他们了 君无戏言 如果九皇叔为朕好的话 就别再阻扰 为臣遵命 九皇叔答应朕暂缓行刑 是否证明他心中坦当 肃王所说的 他绑架朕 以及他想杀人灭狗 也都是谎言 陛下 这个 对 对 一定是谎言 九皇叔真心待朕 他不会骗人的 好 陛下 肃王 朕依你之言 试探了摄政王 你可是结果如何 摄政王 可是应承了陛下 不错 摄政王心胸坦荡 并非向你所言 急于杀人灭狗 可你却诋毁摄政王 罪大恶极 摄政王为了博取陛下的信任 当真是处心积虑了 什么意思 陛下可知 刘明太刚刚在牢里 畏罪自尽人 不可能 朕已经给他延缓行器 为的就是给他申辩的机会 可有人 偏就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先是假意应承了陛下 回过头来 就将刘明太处死 他根本就未将陛下放在眼里 在他的心里 陛下 那就是一个 可以任他操控的傀儡啊 我听说启元 近日血液大有长进 我跟启姐姐听了 很是高兴呢 陛下这段时间 确实长进不少 所以我说 男孩子嘛 肯定要出门多历练才行 郡主 李萌萌送来一封信 这首陵半年 必灵不出 这启元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事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身为一国之君 行事如此草率 守陵半年 都过了这么久了 陛下怎么突然想起 要为先帝尽孝了 这分明就是逃避学业的说辞 本以为江南之行 陛下已经改过 微臣 也以为能欣然安慰 但没想到好景不长 陛下又开始孤太父王了 承煦 你先不要生气 我认为这里边 肯定有其他内情 等我查清楚之后 不用了 我现在就去皇陵 向陛下问个清楚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希望摄政王此次前去 能将陛下带回来 启元是我的儿子 我了解他 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 此事 定有内情 父皇 儿臣年幼时 您就离开了 后来 出现了一个人 他对朕管东管西 整日之责 所以 朕讨厌他 惧怕他 朕激怒地 与他作对 并乐此不疲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直到今天 朕才发现 朕的为人处事是他教的 朕起码射箭是他教的 就连朕的武术 剑术 也还是他教的 当朕 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还是他 救朕 护朕 其实 朕很开心 原来一直有一个人 像父皇一样爱朕 护朕 可 陛下 又误会伤身 不要想这些 不开心的事了 你先下去吧 有些话 朕想单独跟父皇说 是 我 臣 可直到今天 朕才知道 这些都是假的 如果他真的爱护朕 他怎么忍心让朕受人欺辱 所有的关心 爱护 都是他迷惑人心的手段 他不过想朕乖乖地当他的起死罢了 父皇 陛下 皇陵住地 岂由你擅闯 陛下恕罪 臣是受皇太后所托 请陛下回宫的 你少拿太后押朕 朕要守灵 朕不回去 陛下有孝心 为先帝守灵 这是好事 但凡事 都要有一个章法 陛下 就这么抛下学业 抛下政务 私自出宫的行为 是对的吗 先帝生前 勤于正事 从不懈怠 要是先帝在天有灵 是容不得陛下这样 任性妄为的 摄政王又要叫朕为君之道吗 这次要用什么招数 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摄政王不是一向自诩 敢作敢为 光明磊落吗 如今 怎么在朕面前装模作样 你以为朕不知道 在江南的遭遇 是败你所赐吗 陛下 是否听人挑拨了什么 别人的话朕可以不听 今日 朕只听摄政王讲 有胆的 你就当着我父皇的灵位发誓 说朕在江南 被人卖身为奴 不是因为你 朕遭人欺辱折磨 也不是因为你 你发誓啊 陛下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敢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孝重煦 是朕看错你了 陛下 您真的误会我了 陛下之前 太过任性 刑事从不考虑后果 臣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想让陛下 知道 任性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凭什么教育朕 萧承煦 你是不是觉得 朕特别可笑 所以你才能将朕烦弄于股掌之中 陛下之前 吃过的苦 臣都知道 陛下恨臣 臣也能够理解 只是 臣想让陛下明白 这一切 都是臣 想让陛下 做一个好皇帝 臣也在暗中派人保护着陛下 绝不会让陛下受到任何危险 你当然不会让朕死了 因为现在 不是你篡位的最佳时机 如果朕死了 你怕是连摄政王的位置都保不住 所以 你对朕百般折磨 为的就是让朕对你言听计算 陛下 你真的是误会成了 若臣真想得到这个皇位 您觉得 您今天还能坐在这个龙椅上吗 好啊 你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 这么多年 你对没能坐上皇位 还是耿耿于我 母后说 你是忠君爱国之人 可他错了 在朕的眼里 你不过是个心怀叵测的乱臣贼子吧 来人 大阁 陛下 大阁 摄政王以下犯上火烧黄陵 将他给朕拿下 这么多年 臣为了陛下 南征北讨 鞠躬 鞠躬进瘁 臣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大晟 与陛下 如今 陛下这样的猜举于臣 处心积虑地算计臣 你说的话 一个字 朕都不信 你们还愣着干吗 把他给朕拿下 是 谁敢 本王对陛下 绝对是忠心耿耿 此心可表天地可见 本王身为摄政王 暂涉朝政 即便有罪 那也是由朝堂来论罪 两宫皇太后来论处 岂由陛下一个人说了算 滚开 虽敢阻挡本王 本王就治你们谋定之罪 朕有疑问 还请诸位陈宫解惑 若有狂徒 对先帝不尽 该当何罪 先帝圣明 先帝圣明 举世同静 无论何人对先帝不敬 理当重罚 陛下 恕臣愚钝 不知是何人对先帝不敬 请陛下明示 摄政王 居心叵测 不但阻止陛下 为先帝守龙 还打翻 先帝的长明灯 如此不敬先帝 亵渎皇陵之人 还请陛下 耻夺萧承煦 摄政王的封号 以为先帝 在天之灵 请陛下 使脱萧承煦 摄政王封号 以为先帝 在天之灵 是 真有此事 我问了所有人 这启翰 曾带人去找过启元 如今 启元对承煦的误解 真是越来越甚了 又是启翰从中挑拨 我 真是一刻也不让人安生啊 他若非先帝长子 我定饶不了他 眼看着 君臣一心 朝中安稳 这突然 又横生波折 着实 不让人安心哪 郡主 太后 不好了 据说陛下 和摄政王在朝堂上争了起来 陛下要耻夺摄政王的封号 什么 这小皇帝 真是翅膀硬了 如今 他也敢跟哥你交上班了 先是引你入局 说你对先皇不敬 然后 又联合朝中的大臣 想要耻夺你摄政王的封号 他也不想想 哥 你在大晟 可是鞠躬尽瘁 劳苦功高 朝中的哪一个老臣对你 不是打心眼儿佩服 怎么能够让他一个小皇帝 在那儿胡作非为难 如今 这朝中的老臣 还不是一个个都在替你说话 那小皇帝 不照样没话说 他跟哥你斗 嫩着呢 哥 哥 怎么不说话了 我知道 你对那小皇帝 是掏心掏肺 可如今他却和他父亲一样 处心积虑地在算计你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